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刘啊 你怎么不去呢 是不是有什么事 店长 你昨天去老道士家 发生了什么 我感觉你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什么不对劲 没有什么不对劲啊 我就是去拜访一下 毕竟他之前帮助过我们 不不不 店长 我的意思是 你身上有黄大仙 什么黄大仙 黄小仙的 别乱说 抓紧时间干活去 小孩子知道什么 店长 你就别骗我了 你身上有黄大仙 我不仅知道 我还看到了 小刘 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宝家仙的 嘿嘿 店长 其实我还有一个身份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是出马弟子 哦 出马弟子 你小说看多了吧 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出马弟子 见过之后动物就不准成精了 别瞎扯 我还天鹏元帅呢 刘远你告诉他 你有办法让他开眼 到时候他就能看到了 店长 你别不信 我真的是出马弟子 这种事情我不会骗你的 而且我还有办法让你看到身上的黄大仙 真的假的 我有点不相信 不过我感觉这种事情还挺稀奇的 那你告诉我 我怎么才能看到呢 对啊 柳峰 我怎么才能让店长看到他身上的黄大仙 简单 你告诉他跟着你念一遍口诀 店长 这种事情其实不难 这样 你跟着我念一遍口诀 你就能见到 整得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来 你说 我跟着你念 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搞什么鬼 柳峰 现在怎么弄 让店长跟着我念什么口诀 刘远 让他跟着你念入马液 这样他身上的黄大仙就能下来 店长 你跟着我念 金铜金铜本千马 奈何主人为离身 本事让你来探路 眼下务必走一寻 大仙替你来接饮 达成替主受前程 看看你小子搞什么鬼 金铜金铜本千马 奈何主人为离身 本事让你来探路 眼下务必走一寻 大仙替你来接饮 达成替主受前程 小刘 什么也没有啊 黄大仙在哪 店长 你没事吧 小刘 这 这 店长 别害怕 这个黄鼠狼应该是你们家的保家仙 他不会伤害你的 我当时谁又落马也让我下来的 原来是柳家小子 你来这里做什么 小刘 小刘 他 店长不用怕 他在你身上肯定是有原因的 问问他就知道 那个黄大仙 你附身在店长身上做什么 小屁仔的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让你身上的柳家小子出来 见过黄老先生 我是柳家的柳峰 这位是我的出马先生 请先生放尊重一点 另外 先生说这位店长可能遇到了点麻烦事 所以让我过来看看 我们没有敌意 是来帮他的 你有心了 周新铭确实出事了 黄老先生 你请说 虽然咱们不是一家 但在北方这块 咱们五家同届连职 有能帮忙的 我们一不容易辅助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多个帮手也好 确实我也觉得有点棋手 事情是这样的 我是周家的保家仙 从周新铭一位开始 就受他们家供奉 这小子也不知道抽什么神经 干起来倒卖兄宅这行 干就干吧 有我保护肯定也没事 但是这家伙呢 非要去招惹一个什么南方来的道士 想必你们也见过那家伙 昨天周新铭这臭小子去找他 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果然昨天和周新铭一年复合就开始使怪 一开始这家伙还没发现我 周新铭被他控制就控制了 因为我想看看这个道士到底想做什么 于是就没有出手 哦 那然后呢 别急啊 有点想放屁 我先给他憋回去 好了 现在开始 然后我就想看一下 这个道士到底想干什么 周新铭跟他来个后院 老道士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个风魂弹出来 这东西可是个邪魔啊 想必你也知道 既然是风魂弹 这道士想干嘛 小刘啊 这个黄鼠狼和蛇在说什么东西 吉里呱啦的 一句也听不懂 你能听懂吗 能听懂一点 黄大仙在和我的初马仙说老道士的事情 这个老道士不是好人 昨天你差点就被老道士害死了 店长你先别打岔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以会告诉你 道士用踢身踢身 给周新铭下了众 带着他去的后院 然后从他的风魂弹子里 取一的小鬼出来 准备附身到周新铭身上 我一看这海顿鸟 于是慌忙出手 打了老道士一掌 因为出其不意 所以老道士受伤不轻 不过这家伙是个高手 他反应很快 居然假装昏迷 但是我看他偷偷的准备 从怀里掏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 心中顿生警觉 立马附身在周新铭身上跑路 差一点就被他伤到了 好家伙 居然是雷福 这东西一旦被打到 我这半条命就没了 连滚带爬的撸了出来 老道士也追了出来 刚好门头有警车经过 他才罢了 否则我就死定了 说实话 这个臭道士可真狠 居然有五个风魂潭 这潭子里装的可都是密鬼啊 一旦放出来 后果不开设想 另外 老道士打开潭子的时候 我还看到里面居然有鹦鹉 好家伙 也不知道他哪搞人的 这家伙不好惹 黄大仙 柳峰 我有办法对付他 你有办法 小子 别说大话 连我都不是老道士的对手 你去了只有送死的份 别扯毒品了 除非用帮兵面喊上五路仙家一起来对付他 否则我估计都不是他的对手 你这黄大仙怎么小看人呢 你刚才说你亲眼看到老道士的坛子里有人的失误 是真的吗 小屁孩 老夫会撒谎骗你吗 当然是真的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不如直接报警吧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前几天我和田浩就感觉老道士不对劲 于是找了个借口去感谢老道士 店长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老道士不在家 非非 其实那个时候 我和田浩偷偷地在老道士家安装了监控 昨天店长你在老道士那里的时候 我还给你打电话 记得吧 我在监控上也看到了老道士用草人控制你的视频 并且已经拷贝录制了下来 虽然没看到你们在后院发生的事情 但是刚才黄大仙说他后面的坛子里有人的尸体 所以这两个证据结合起来 直接报警 就说店长昨天去拜访老道士 但是被老道士用法术控制 来到后院看到了尸体 觉得老道士是个杀人犯 一旦警察核实了这件事 什么老道士 他再厉害还能比警察厉害吗 这 这是个好方法吗 你小子还不错 老子转得挺快 这个办法 那当然了 我柳峰的出马鞋能不聪明吗 小刘 你说报警什么 还有他们俩在说什么 你快点告诉我 急死我了